一人科学园区环平通过之后 第一家申请厂房建造的生特公司 今天特别由董事长率领干部前来县政府拜会县长林之庙 并简报该公司所生产的生医材料 以及未来在医科投资的愿景 医疗的还有是生医材料 我们这一次会落在宜兰的 当然慢慢会把生产跟开发的重心会过来 第一阶段就是要做那种输血安全 比如说我们在血库里面要除掉白血球这个系统 目前全部台湾都是进口 我们供应的大概短至40到50左右 国外的需求量很大 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算是比较新的 那希望就是在国际上能够占到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那因为公司在这个行业也蛮久的 所以这个跟国际的合纵联合有在做 所以第一阶段这个厂建完之后 希望三到五年内建到一千万套产值大概六亿左右 县政府表示 生特公司建厂完成并开始投产之后 可为宜兰创造每年六亿元的产值 期待借由该公司布局投资宜兰 透过公司齐力合作 培育在地生计人才 并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政特公司的董事长 他能说环品通过以后 他第一阶段要申请建造的公司 这个公司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赞的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说原管政府 对于我们的伊朗科学院区 我们非常有信心 因为政府和厂商有一个默契 就是说我们希望 可以说低汚染高科技的来给我们家 可以说更严重我们的伊朗官 伊朗官不是说变的经济 这也是变的经济一种 而且对于医疗的品质可以提升 所以这种是我们所叛望的 今天可以说感谢生特公司 可以来我们家投资 伊朗官政府一定会专业的配合 希望可以伊朗科学院区 大家来投资的时候 可以大家共同来发表发展 让我们伊朗科学院区能够 红果发展 为了协助优质企业投资宜兰 县政府除了提供 一颗园区租地自建的企业前两年的土地租金 以及前三年的房屋税补助之外 也提供成租标准厂房的企业 前两年厂房租金的补助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